9月3日11时30分左右 中国地震台发布消息称 北韩发生了6.3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0公里 韩联社称 该地震是由北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引起的 这是北韩历来威力最大的一次核试验 很快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美国国防部长James Mattis 总统川普会面后表示 川普要求得到所有可用的军事选项简报 对美国包括关岛在内的领土 或者我们的盟友构成的任何威胁 都会面临大规模的军事回应 这种回应是有效且压倒一切的 我们不打算彻底消灭一个国家 也就是北韩 但正如我过去说的 我们有很多选项能够做到这一点 James Mattis发言时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Joseph Dunford也在现场 但没有发言 之前早些时候 川普曾表示 不排除对北韩进行军事行动的可能 他还说 对于所有同北韩有商务往来的国家 美国将断绝贸易活动 这针对的应该是中国 因为北韩于85%的进口来自中国 83%左右的货物也是出口到中国 不过中美断绝贸易往来并不现实 仅仅去年一年 中美的贸易总额就超过了6000亿美元 如果美国拒绝与中国做生意 那些美国公司将承受巨大的损失 当川普被问及美国是否会攻击北韩时 他表示 我们等着瞧 南韩军方也确认 将进行导弹演习 回应北韩的核试验行动 联合国安理会将开会讨论 北韩这次核试验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长James Mattis表示 安理会成员国仍然一致同意 对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沉默 目前安理会可能考虑禁止 北韩的纺织品出口 封闭北韩国银航空公司航线 停止向北韩供应石油 不允许北韩人海外务工 将更多高级官员列入冻结资产 和禁止旅行的黑名单 美国财务部长表示 他将拟定一套新的制裁计划 可能切断与北韩的一切贸易联系 美国与北韩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社论表示 中国应当明确 如果北韩主动发射威胁美国领土的导弹 并照来报复 中方将保持中立 如果美韩同盟发动军事打击 试图颠覆北韩政权 改变朝鲜半岛的政治版图 中国将坚决出手阻止 朝鲜半岛的局势真的越来越紧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